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关于这个愿望的一个感受 明显的感受 而且其实好像苏阿米吉在课上说过 这个点栏目应该是没有完全的结束 所以我就非常期待接下去的点栏目 以及我剩下两个愿望的实现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14个平行宇宙的揭示 就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宇宙是关于数字的宇宙 它就是提到了你如何使用数字来进行观想数字 明显数字 来使你调整你的身体的状况 就比如说可以明显一些特殊的数字来调整你的血压 可以让你的血压降至到正常水平 你也可以观想一些特殊的数字 可以让你变得更加有智慧 就是可以让你去面对更加高强度的工作 或者说是一些别的一些计算 还有就是苏阿米吉分享到的一点 就是你可以在脑海中做大量的一个数字的计算 比如说是一个三位数乘以五位数的这样一个乘法的计算 然后你做这些计算就是可以帮助你的 你的头脑变得更加的清醒有意识 并且也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对称美丽和更加年轻 而且我其实个人有比较喜欢计算 比较喜欢数学应该说是 但是对于计算又比较的头疼 但是苏阿米吉揭示到你对于数字的掌控能力 也就是你对于财富的掌控能力 所以说你对于数字的敏感度 也就是对于你财富的敏感度 就是数字和直接是和财富相关的 你掌控的数字你就自然而然就掌控了财富 所以这大概就是这几天 其中的一个小小的分享吧 好的你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